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支的新法案2012年安全犯罪法案在今天提成国会下议院进行医毒 新法案依然保留未审先扣的条例 但把原本的60天扣留期缩短到28天 并禁止任何的政治逮捕和扣留 不过警方却授权对嫌犯安装电子监控器长达28天 最终刑迹协助调查 首相署今天提成的2012年安全犯罪特别措施法案 主要是打击策划性的恐怖分子 对国家元首不忠的人士 危害国家治安和通过不正当手段 试图改变法令制定的任何事物的人士 新法案一共有八个条文 其中第四条文最重要 在这条文下 政府仍然保留了未审先扣的条例 警方拥有特别权利 如果怀疑有人危害国家安全 可以在无需逮捕令的情况下 逮捕有关人士 并扣留24小时 24小时过后 如果有必要的话 还可以延长扣留28天 另外在第四条文下也阐明 如果警方不打算延长扣留 并在24小时过后释放有关人士 但警方却可以在他身上安装电子监督器 不超过28天 以追踪他的刑迹 但在这之前 警方必须向总检察署提成一份调查报告 对于安装电子监控器 法案还特别举例说明 如果一个人被警方扣留24小时 在延长扣留7天后 那么警方最后只能够在嫌犯身上 安装电子监控器多21天 之后就必须拆除 虽然条款赋予警方特别权利执行逮捕和扣留 不过警方绝对不能够 因为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活动 而援引这项条文进行逮捕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还有被扣补者的人权 法案中的第五条文 允许扣留者在被逮捕后 立即通知近亲和联络律师寻求咨询 但是如果警方有理由相信被捕者在和律师接洽后 会影响口供内容 危害他人或令到还没逮捕的同党 起着警惕作用的话 那么扣留者和律师洽谈的权利 可以被搁置长达48小时 首相将在下个星期二将法案填成国会进行二读 一旦法案顺利三读通过 并在线报上颁布生效 就有的内安法令将正式被废除 RTM鲁苏彦采访报道 各位今天提呈取代内安法令的新法案 内政部部长德里希希沙穆定表示 这证明了政府落实政治改革的决心 更是首相兑现政治转型的最好证明 内政部部长德里希希沙穆定 在两名内政部副部长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他表示新法案的提成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不但显示我国朝着民主制度迈进一步 也证明了政府遵守承诺 以应落实所有的政治改革 melihat dan mengkaji semula akta-akta yang mungkin ketinggalan zaman disuntik dengan relevancy dengan transformasi dengan perubahan yang lebih baik dan mengkaji se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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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分别是10岁 11岁和14岁 为了照顾孩子和维持生活 他从4年前开始在家制作酱料 然后卖给巴沙小贩 由于资金不足无法增加生产 所以一直无法获得更多的收入 不过当他遇到一位好心人之后 这一切就改变了 虽然这项微型贷款的利息是7% 不过和银行的微型贷款利息相比 还是比较低 所以李女士觉得自己还能应付 因此他选择在三年内摊还这笔贷款 虽然只是一包小小包的酱料 但是当中有李女士付出的许多心血 现在有了贷款 她就能够继续经营这个小本生意 更重要的是维持整个家庭的生活 李女士说有了贷款 她就可以购买一些器材增加酱料的生产 给我可以周转 因为样样都是钱开头的 对 买器材 可以expand它 据了解 马华从今年初推荐一个马华青年微型贷款计划后 第一批成功申请者共有33人 贷款总额为42万令吉 而至今接到的第二批成功申请者则有50多位 贷款总额为140万令吉 RDM张忠林采访报道 继续来看国内新闻 我国是一个拥有言论自由的国家 但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士却滥用这个自由 通过网际网络散播不确实或抹黑性质的报道 日前本地就出现一个部落格通过移花揭幕的方式 把马华妇女组党员郑慧玲合成在不雅的照片里 对她造成严重的伤害 因此她决定报警 希望警方能够还她一个公道 华妇女组青年局主任郑慧玲 今天早上10点半 前往首都金马区警察总部报案 希望警方调查一个名为马来西亚公正之声的部落格 原因是这个部落格所刊登的猥亵合成照片 对她形成侮辱 里面还放很多那些不堪入眼的那些裸照 所以我觉得有必须要希望执法单位呢 有需要对这件事情呢展开一些调查 郑慧玲表示 她是在前些上网时发现这个部落格 该部落格不但刊登一些不雅的合成照片 同时也篡改了她发布的新闻稿 她认为任何人都有权利发表本身的意见 但是她却谴责这些利用野蛮手段 攻击不同政见的人士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该部落格刊登 和马华妇女组党员有关的猥胁照片 去年10月 这个部落格也曾经刊登了 磨黑马华宾州妇女组主席 陈清良的色情照片 据了解 虽然马华妇女组曾经向有关单位投诉 但是直到现在调查依然没有下文 RTM蔡伟权采访报道 上个星期五 雪兰俄州苏丹殿下的包地 登姑苏莱曼莎的三层楼豪宅遭人洗劫 经过连日的调查 吉隆坡警方终于逮捕了五名涉案嫌犯 其中包括一名在事发地点工作的女佣 警方怀疑该名女佣企图和其他的四名劫匪 里应外合 并参与这次的豪宅洗劫案 吉隆坡总经长 德顿莫玛莎莎莱透露 警方在接获雪州苏丹殿下的包地报案 指自己的豪宅遭匪徒洗劫后 便着手展开调查 并发现其中一名嫌犯跟在豪宅工作的女佣 有亲戚关系 据了解五名嫌犯都是藏身在巴生河流域一带 目前警方将扣留他们七天 直到四月十二号为止 以便协助警方调查有关案件 穆罕莎莎莉还说 至于早洗劫的财务目前还下落不明 诈骗案层出不穷 在登加楼 狡猾的行骗者使用假的银行收据 向商家订购日常用品 类似的诈骗案自2008年起 登加楼州就发生了酒宗 警方在接获受害者提供了线索后 成功逮捕了四名本地男子 并宣布九宗诈骗案全部破案 登加楼州警方透露 嫌犯相信是通过电话 向商家大量订购日常用品和食品 比如百米 鱼类和电器等 他说嫌犯通过传真 把假的银行收据传送给商家 作为付款的证明 商家收到收据后都信以为真 他还说嫌犯在拿到货物后 就以非常低廉的价格 转卖给其他消费者 四名男性嫌犯的年龄 介于40岁到55岁 他们分别在彭亨 槟城和吉兰丹被逮捕 他们将在刑事法典第420条文 欺骗罪名下被控 一旦罪名成立 被告将面对坐牢最多10年 罚款和编斥的刑罚 韩国警察厅长因为警方失职 导致一名女子被奸杀而引咎辞职 稍后回来有国际消息